大家好,欢迎来到庄子门徒,让我们继续徐鬼的预言故事 这预言就是讲那个算命的故事嘛,就是子琪啊,他有八个儿子,然后他叫来站在前面,站在子琪的前面,然后他请那个九方阴来,九方阴就是很会, 看相的嘛,然后他就跟九方阴说,哎,你帮我的儿子,这八个儿子,看看,看看相吧,看看谁最有福气,就是想啊,就吉想,就福气嘛,九方阴就说,看了一下这八个,子琪的八个儿子说,那个捆,最有福气,听到九方阴这么说,子琪,巨然喜,冤,奚若,冤也, 将与国君同时,以终其身,子琪啊,一听说,九方阴说,哦,捆,最有福气,他就很惊喜的说,巨然喜,哦,那是怎样的福气呢,对不对,有福气,捆也为祥,那到底是怎样的福气,要问一下啦,九方阴就说,捆啊,他,这个福气啊,就是他会跟国君一起饮食,直到终老,与国君同时,以终其身, 哦,听起来是不错哦,看一下子琪的反应,子琪,索然出涕,冤,吾子,何为,以至于,是己也, 九方阴冤,福,与国君同时,则己以三足,何况,父母乎,今,夫子,闻之而弃,是欲福也, 子则而想已,父则而不想,哦,子琪听,一听说,那个,九方阴说,那个捆可以, 的福气是可以跟国君一起饮食,直到终老吗,那,他听了就,伤心流泪啊, 这出涕啊,涕的话,一般来,有两个意思嘛,一个是眼泪或是鼻涕, 根据上下文下面会提到,这个应该是眼泪,就是流眼泪,说, 我儿子这个捆啊,为什么会走到这种绝境呢,是己,己就是绝境嘛, 然后九方阴就说,哎,这个可以和国君一起饮食,恩泽会普及三足啊, 如果你可以跟国君同时啊,是说,哎,这是不错的啊, 恩泽会普及三足,这边三足就是父族,母族跟妻族嘛,这三足, 而何况是父母本人呢,对不对,三就是父族的人都有,母族就是整个亲戚都有, 那父母本身更,更别不在话下啦,那你先天听到这种好事,对不对, 与国君同一起饮食是好事啊,那还哭泣,那你是拒绝福分啊,欲福也, 那你的儿子啊,看起来你的儿子捆啊,虽然有福气,只得祥义, 但你这个做父亲的啊,却没有福气享受,父则不祥, 接下来看子齐怎么说,子齐以冤,因,乳,何足以示之, 而捆祥义,竟于有肉,入于鼻口以,而何足以知其所自来, 咯,子齐书啊,九方音啊,你啊,怎么能够知道这一定是好事呢, 就是说,虽然你从一般看相看出来说,这个捆可以跟国君同食,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定是好事,而捆真的有福气吗, 而且你说的福气,就是说与国君同食这个福气, 也只不过是酒肉送入口皮而已啊,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酒肉是怎么来的, 对不对,对啊,意思是什么,捆啊,无功啊,没有做没有什么公鸡啊, 没什么功劳,但是国君同食,那你这个祥, 就是说你这个福气,不知其所自来啊,何足以所自来,对不对,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福气从何而来啊,对不对, 所以哪知道,怎么知道是好事呢, 他接着说,吾,未尝为木,而张生于傲,未尝浩田,而存生于窑,若物怪何也, 有没有,他说啊,他就举例啊,他说啊,我不成牧羊,不成为木, 可是家里的西南角,这个澳,就是西南边,房子的西南边嘛, 他出现那个牧羊,张是牧羊嘛, 那我不喜欢田猎啊,我不喜欢打猎啊, 那家里的东南角,澳,咬是东南角嘛,澳是西南角, 咬是东南角,就是出现鸳唇啊, 那个我没有去打猎,怎么会有这个东西, 我没有牧羊,怎么会有羊出现, 若这边,若就是你,就是指九方一吗,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,为什么呢,对不对, 意思是什么,他举例啊,就说, 我没有牧羊,可是会有羊, 我不去打猎,可是会有这个鸟, 就等于说,对不对,我没有,怎么会有这个东西, 就跟捆,没有攻击, 可是可以跟国君同时,同样的意思嘛, 这很奇怪的事情啊,对不对, 接着再往下说, 无,所与无子游者,游于天地, 无与之,妖乐于天, 无与之,妖时于地, 无不与之,为事, 不与之,为谋, 不与之,为怪, 无与之,存天地之存, 而不,以物与之,相应, 无与之, 亦威夷,而不与之, 为事所以, 他在那里解释说, 为什么会奇怪, 对不对,他说,为什么会奇怪, 因为他说啊, 子其说啊,我教我的儿子, 当然不是只有捆嘛, 说八个儿子都一样, 我教我的这些儿子啊, 就是要遨游, 是要遨游在天地之间, 不是在红尘中打滚, 是游于天地, 那我教他们啊, 要跟自然同乐, 妖乐与天, 与天同乐啊,自然, 我教他们跟大地共识, 妖时于地, 我教他们这个, 那我,可是我不教他们, 为事, 要做什么事业啊, 我也不教他们要运用什么谋略, 也不教他们标心利益, 不与之为事, 不与之为谋, 不与之为怪, 接下来, 那我教他们要顺应天地的真实情况, 天地之存嘛, 然后不要因为追逐外物, 而违背天地的真实情况啊, 然后我教他们, 也需要顺其自然, 亦为仪, 然后不教他们选择什么事该做, 不与之为事所依啊, 所以我教他们的是这样, 所以, 今也然有事俗之常, 就说这边事俗之常, 就讲刚才讲的, 与国君同时啊, 我教我的儿子们要, 熬游天地之间, 顺其自然, 对不对, 不要再, 就是想要做什么事业, 用什么谋略, 没有心利益啊, 不要追逐外物, 可是现在, 居然会得到世俗的报偿, 就与国君同时啊, 凡有怪争者, 必有怪形, 待乎, 凡事啊, 有奇怪的征兆, 一定有奇怪的事情, 这很危险啊, 对不对, 就跟刚才他举例一样啊, 无目而乎有阳, 不舔而获存, 这都很奇怪的事情啊, 对不对, 你怎么知道, 那是哪里来的, 比如说我今天没有牧羊, 跑出羊来, 家里的西南角, 跑出羊来, 你怎么知道那羊哪里来的, 对不对, 那你没有去打猎, 可是你的家东南角, 跑出羊来, 这都很奇怪啊, 你都不知道怎么来的, 所以, 有奇怪的征兆, 那一定有奇怪的事情, 这很危险啊,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, 源头是哪里来的, 非我与无子之罪, 积天与之也, 无事与弃也, 我与无子, 这又用我, 用无, 对不对, 说这, 不是我和我儿子的过错啊, 大概是上天, 降临在他身上的灾祸吧, 我是因此的哭泣啊, 有没有, 刚才不是讲过啊, 泣就是只流眼泪, 没有声音啊, 所以对应到, 刚才的, 紫棋索然出涕, 所以索然出涕也是眼泪啊, 就是流眼泪啊, 所以他是解释说, 为什么, 他一开始听到, 就万一说, 他可能有, 跟国君同时的福气, 然后他就, 索然出涕, 又是流眼泪, 对不对, 因为就是这样啊, 因为他教他儿子, 根本就不是会, 有可能得到世俗报场的机会啊, 可是今天既然得到了, 那肯定有问题啊, 好, 这就是他们对话, 接下来下一段, 来总结这段故事, 无稽何而始捆之于焉, 道得之于道, 全而遇之则难, 不若悦之则亦, 于是悦而遇之于其, 适当取公之皆, 然生食肉而终, 这个悦啊, 就是古代要砍断双桥的刑法嘛, 所以他这段说什么, 没过多久啊, 就是那个子琪琴那个九方鹰帕上的八个儿子, 看过像没多久啊, 捆就被派到燕国去, 然后燕, 他派到燕国的路途中啊, 才走到半路, 这个捆就被强盗奴走了, 然后强盗认为啊, 他这样四肢健全的人, 很难卖出去啊, 因为担心他逃跑啊, 对不对, 不如把他砍到他的脚, 对不对, 这样比较容易卖出去, 当然这是古时候的人口买卖, 于是啊, 那强盗就把琴的脚捆掉, 然后卖到燕国去, 对不对, 他本来是要燕国嘛, 然后被抓, 强盗抓去嘛, 卖到齐国, 然后结果呢, 琴就去担任, 这个瞿公就是齐看公, 他去当齐看公的守门人啊, 对不对, 那种生的肉吃啊, 跟国君吃一样的啊, 可是其实, 他只是当个守门人, 并不是因为, 他有什么攻击, 然后享有那个, 这个跟国君同时的这个福气, 其实这个故事跟, 我们比较, 大家比较有所能想的, 那个赛翁师马的故事, 有点类似嘛, 赛翁师马就是, 赛翁师马, 燕之非福嘛, 然后赛翁德马, 燕之非祸啊, 对不对, 福祸是相依的啊, 好, 把今天这一段, 子齐跟九方英的预言, 捏一遍, 子齐有八子, 曾出前, 遭九方英冤, 为我向无子, 赎为祥, 九方英冤, 捆也为祥, 子齐居然喜冤, 奚若冤也将与国君同时, 以忠其身, 子齐所然出替冤, 无子何为以至于世纪也, 九方英冤, 福祸与国君同时, 则及三足, 何况父母乎, 今夫子闻之而弃, 是欲福也, 子则响以父则不详, 子齐冤, 因如何足以示之, 而捆祥也, 竟于酒肉, 入于鼻口耳, 而何足以知其所自来, 乎未尝为目, 而脏生于傲, 未尝浩田, 而醇生于窑, 若无怪何也, 乎所与无子有者, 游于天地, 乎与之, 腰热于天, 乎与之, 腰食于地, 乎不与之为事, 不与之为谋, 不与之为怪, 乎与之, 成天地之成, 而不以物与之相应, 乎与之亦为疑, 而不与之为事所疑, 今也然有, 是属之常焉, 凡有怪争者, 必有怪形, 待乎, 非我与无子之罪, 积天于之也, 无事以弃也, 无其合, 而始捆之于焉, 道得之于道, 全而欲之则难, 不若月之则矣, 于是月而欲之于其, 是当瞿公之皆, 然生食肉而终, 紫棋有八个儿子, 站在他面前, 他请来九方英, 跟他说, 帮我的儿子看看相吧, 看看谁最有福气, 九方英说, 捆, 最有福气, 紫棋惊喜地说, 哦, 那是怎么样的福气呢, 九方英说, 捆, 他会跟国君一起饮食, 迟到终老, 紫棋听了, 伤心流热说, 哎, 我的儿子为什么会走到这种绝境呢, 九方英说, 看国君一起饮食, 恩吉会普及到三族, 何况是父母呢, 现在你听到这种好事, 反而哭泣, 这是拒绝福分的表现啊, 看来, 虽然你的儿子有福气, 但你这做父亲的, 却没有福气享受, 紫棋说, 九方英啊, 你怎么能够知道, 这与国君同时一定是好事呢, 捆真的有福气吗, 而且你说的福气, 也只不过是, 酒肉送入口鼻而已, 又怎么知道酒肉是从那来的啊, 比方说啊, 我不成牧羊, 可是家里的新南角却出现牧羊, 我不喜欢打猎, 家里的东南角却出现鞍纯, 你不觉得奇怪吗, 为什么呢, 我啊, 教我的儿子遨游, 是要遨游于天地之间, 我教他们与自然同乐, 我教他们与大地同时, 共识, 我不教他们做成试验, 不教他们运用谋略, 不教他们标新利益, 我教他们顺利天地的真实情况, 不要因为追逐外物而维持了违背真实状况, 我教他们一切顺其自然, 而不教他们选择什么事该做, 什么不该做, 现在竟然会得到与国君同时这个世俗的报偿, 凡是有奇怪的征兆, 一定有奇怪的事情, 危险啊, 这不是我和我儿子的过错, 大概是上天降临那在身上的灾祸吧, 我是因此哭泣啊, 没过多久, 捆被趴到燕国去, 他走到半路, 捆就被强盗如走, 强盗认为四肢健全的人很难迈出去, 而且又担心他会逃跑, 不如砍掉他的脚, 这样也比较容易迈出去, 于是强盗砍断捆的脚, 把他迈到齐国去, 那正好担任齐康空的守门人, 众生都有肉可吃。